好 我們要3 2 1 歡迎來到博恩夜夜秀 各位觀眾接下來這位來賓 他的經歷非常特別 他8歲就會解聯力方程式 16歲就開了公司 33歲退休 也是我們台灣史上最年輕的政務委員 讓我們來掌聲歡迎 唐凡 歡迎唐凡委員來上我們的節目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來賓 自己帶電腦出來的 沒錯 我原本還很擔心說 今天你會只拍一個機器人出來 然後你反正不會到 你那樣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錄一次 對啊 因為記得我問了 機器人能不能來 可以 喔真的 好 下一次 沒有下一次了 沒有下一次 突然發現 其實 這一次的訪談 我想要跟以往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以往是非常照顧 觀眾跟不跟得上 以及觀眾的心情會不會笑 我完全不想這樣做 什麼意思 我只想跟唐凡聊天 可以嗎 一個放棄自己的主持人 對 完全不care 因為我沒有下一集 我不在乎 沒有問題 對 你之前有看過我們節目 我有公然對你示愛 有看到這段 就是Superlight 有了有了 然後大家都在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梗 沒有 就是我要對你表達我的愛慕之情 謝謝 對 這麼 很難去 所以 你平常有看我們節目 怎麼會願意上我們節目 因為我有支持一個先行的政黨 叫做換路發黨 那因為您是黨員的關係 所以 因為支持這個黨員的關係 所以 我也應該有支持黨員的這個節目 所以言下之意是 我如果當初沒有入黨的話 就不會來 對 所以當時那個 猜那個題目就很重 好險 我玩那個遊戲沒有 沒有贏 絕對不是故意說的 所以我們今天 我其實有很多 自己有很多問題想要問唐凡 我叫唐凡 就叫唐凡 就叫唐凡 阿凡 可以啊 好 阿凡 阿恩 出一個新的團體 OK 首先 因為很多人對阿凡 你的印象是 就是 過於常人的智商 然後很多傳聞 像是 你到底會不會控制別人的腦波 在你回答之前 OK 我在 2016年的 那個 Current Biology期刊上面 有看過這樣的一篇文章嗎 他是說 腦脊隨意接觸神經 而於運動回路 提供一個強有意義的抑制作用 是 從而確保運動過程裡面的姿勢控制 你看腦 空 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之一 就是我們博恩 我的天啊 居然把我的 我的碩士肉門挖出來 我是不會被你這個言論影響的 請問你當時腦痛的對象是誰 是斑馬魚 是斑馬魚 的幼蟲 的 幼蟲 對 因為他們 叫larve 反正 斑馬魚的幼魚 用的字跟幼蟲是一樣 OK 對 所以就是當斑馬魚還小的時候 你就不斷地透過腦脊椎去控制他們的腦 不是還小的時候 在還沒出生之前 還沒出生之前 我們就搞亂他們的神經系統 就已經在這個胎兒裡面就實施腦波 來來來 這整段完全沒有在顧觀眾 完全沒有 你是話家常 對 你的意思是說 我才是會控制腦波 其實博恩才是能力真的 然後你不會控制別人的腦波 其實我是 在博恩面前 不敢說我會控制別人的腦波 因為你實際上做過 天啊 我已經 居然開始相信了 沒有啦不鬧了 可是的確在很多 你知道很多老人 對你的印象是 你很像天眼無時無刻 你會監控大家的iPhone吧 這個倒是會 還是不可能 唐鳳 我會在唐鳳 一個協議叫他直接出來 不會今天是大家 你還有什麼要辟謠的嗎 因為大家對你的傳說很多 你知道你很像台灣的羅里士嗎 就是唐鳳聰明到 就是 是唐鳳先誤出了真理 上帝再把它寫出來 這種 對 那個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的名字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動詞 喔 真的嗎原來的 一個集物動詞 然後意思是 意思就是說 被消失了 被下架了 哇 這個人 像說如果有人用slider問我問題 反正那個問題不見了 那個就是所謂被唐鳳 喔被唐鳳 對 就是一個名詞當它變成動詞的時候 就表示說 它已經超過了我的控制 已經變成一個 大家一起都可以使用你的概念 就像 我們不會說你去搜尋 你請找一下 你都會說Google一下 這個就是說名字已經變成動詞 我們要怎麼知道這 不是你陰謀的一部分 欸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啦 對 如果這是我的陰謀的一部分 我根本就不會在這邊講這件事情 喔對 因為自己爆出來 但是我要怎麼知道再下一步 這不是你更大的陰謀的一部分 讓我們發現 其實呢 我們就知道了 我剛剛的那個 這個論文的題目 博恩論文的題目就是 接觸神情人為運動回路 提供強有力的抑制作用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這邊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想別的了 這個才是博恩的陰謀 你真的很會 因為就是 填滑醉 你也亂發 我覺得自己開始像斑馬魚了 對 有點懷疑我之前做過的一切 那聊到 因為剛剛有點講到說 超過自己的控制什麼東西 然後 讓我們想到 你很熱衷 AI 或是這種科技的東西 是嗎 還是還好 以前呢 如何以前 那 因為像是 Elon Musk 特斯拉的 CEO 他會擔心 AI之後 會掌控世界 你不會有這種擔心嗎 應該是不至於啦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階段的AI 就是我通常都會叫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能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好比像是 如果你有一個秘書 然後他幫你決定 各種各樣形成的事情等等 那你問他為什麼 他絕對不告訴我們 那這樣的話 其實你就會把它 Fire 掉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目前的人類的社會 情況就是說 AI大概就只能做 輔助性的事情 我們其實並不會把它 真的做在 就是輔助變成判斷事情 變成老闆的 這樣子一個地位 所以只要我們一直去 守著這個底線 叫做 Privacy and Accountability 就是保護大家隐私 而且給得出膠帶 就像一個助理一樣 給出膠帶 這樣子AI當然就不可能去通知世界 不過現在 AI他們自己學習的方式 就是 也有就是 這有點technical 就是 參考人類大腦的那個神經回路 來自主學習 可是 要怎麼 假如說我們 在他們的硬體裡面 設一個 要有這種隱私權的東西 但是他超越了 因為他學習到說 我可以超越人類 我要 override 這個指令 不會有這一點嗎 因為這個 你問的這個問題是一個 非常好的問題 如何把一個精靈關在神燈裡面的 這樣子一個問題 嗯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說 你根本就不要讓這個神燈有開口 就是說 好 比如說 你開車的設計師 你會看導航嘛 你就不要把導航接到你的駕駛盤嘛 這樣子就可以了 簡單來講 就是說這個腦筋 所以就是不要碰到這個運動 不要再扯回我 我還知道了 不要 我根本就沒有那個意思 但這次講 好 如果有一天 人類跟機器人開戰 你會站在誰那邊 因為我是絕對選機器人 我當然是 站在現代癡人這邊 馬上就 真的假的 不行啊 我覺得人類如果 Cyborg 我們 裝一些機器在身邊 一定可以突破現在的 電話板 對 所以其實這裡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如果 接下來發展 變成所謂 那其實 其實我們現在每天都會覺得 手機好像有點偏 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對 像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就在現有的社會常規 Social Norm裡面 去加上更多 Augmentation的部分 就像我們並不會說 我有近視 我戴個眼鏡 好像我就不是人 是生化人的一樣 對 以後當每一個人都可以有 一樣的這個輔助智能的時候 人類的社會就會 整體的變成一個更好的一個社會 但是這個重點還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能把一部分人落下來 然後只有少數一部分 變成您剛剛講的那樣子的生化人 所以在一個想像的未來當中 因為那個界線會越來越模糊嗎 我們以後假如說真的 器官修復 我們用一些機器 然後全部植入 那就會有一個程度 從人類到機器人中間的過渡過程 你的意思是說 將來會變成大家都在中間 我們不要一直去分化 其實也不用將來現在就是了 你收得到4G訊號 收得到寬頻的地方 跟你完全連不上網路的地方 現在可以說是 人類的狀態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一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用直播啊 透過即時的集體思考的方法 來一起做出決定等等 但另外一個情況下 你還是只能用喊話的方式 如果沒有人在你旁邊 那就沒有人聽到 所以可以說是寬頻作為人權 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整個社會 裡面有任何地方 接不到寬頻的話 好像那一部分的人 就會被排除在民主社會之外 所以為什麼寬頻人權 是我們這個政府 最重要的一個政策之一 喔 強 拉到政策 這個真的強 是 升級還是要業配一下 對 完全不知道 剛才有多少人跟上 不過 因為我覺得 剛才 因為第一個 我們打壞了很多那種 科技未來片的前提 就是人類會更進行的開展 我們說在中間 但是又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 反而是體制 有些地方他們沒有寬頻 才會造成這種 有些人沒有跟上 所以 寬頻是人權 寬頻是人權 在未來是人權 然後 現在就是人權 在台灣就是人權 就算是在玉山北風 接近四千公尺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 10Mbps per second 用4G 還是4997到寶 還是可以開直播 而且說不定比較快 因為比較少人分 沒有辦法 哇 這可以順便解決 城鄉就是人口不集中的問題 就是這個意思 喔 很有趣耶 那 5G這個東西讓我想到 我們之前做過的議題 然後 我們那時候提出來 對5G的疑問是說 如果大部分的技術 全部都集中在大廠 像是 美國當然有一些什麼 Qualcomm之類的 但是 華為還是占很大一份 這邊也有Media TechCon 也是做Socia 所以我們是有能力 研發出 就獨立於其他大廠的5G能力 對 當然是這樣 因為5G現在 我們看這個競標的這個情況 已經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今年就已經會走入 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在這裡面我想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 4G現在已經很快了 5G呢會變快 但是不是快非常非常多 還會快一些 因為我們現在第一個 就是開始了Sub流的這個頻寬 它就是快一個十幾二十倍吧 當然 但是呢它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就是它中間不會有什麼延遲 好比像說我們現在如果是視訊的話 那從你這個一點頭到我看到你一點頭 這叫Micro Expression 就是一個維繫的表情 那這個其實在腦裡面 只要六十分之一秒左右 就可以處理完畢 但是呢如果中間有一個延遲的話 就會有一種好像我在跟一個不是真人的人講話 只有什麼 大部分的時候我們說見面三分清 但是視訊只有兩分清 就是這個原因 那所以呢 當5G把它降到低於六十分之一秒延遲的時候 欸透過5G見面也是三分清 嗯 了解 剛剛也講到蠻多的重點 你不覺得速度快十到二十倍是一個大的進步 你說那是小朋友 還好而已啦 還OK啦 不知道是要講謙虛還是什麼 但是可以期待以後 台灣你覺得在幾年之內會踏入5G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基地台 因為它的是頻率的關係嗎 需要非常密集的基地台 這個都不會有什麼土地的問題嗎 這個其實是還好 因為我們在就是電信法通過之後 其實都是採取所謂共勾的一個方式 尤其是在非大陸式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所謂的共勾共勾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可以一個這樣子的基地站 但它可以服務好幾個不同的這個基地上 那5G它很多的技術的特性 使得讓我們在佈這些基地台的時候 你不用一次全部佈滿 你可以在一個測試場裡先佈 好比像說在沙文 如果我們現在是自駕車的測試場 什麼都在那邊 怎麼之類的 對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你要在自駕車的這個軌道上面 你就先佈滿 因為車子跟車子間的通訊 是沒有辦法容許個身分幾秒的差距的 但是當你下了車之後 那就還好啊 等於是跟是要 等於是怎麼樣 剛剛講到自駕車 我就很想問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科技跟倫理結合的問題 因為自駕車會遇到的問題是電車問題 如果你今天車子停不下來 你到底要撞死駕駛還是撞死 所以你就不要開很快 沒有道理 設一個頂數 這樣自駕車不要遇到這種問題 好 可是我只能說他把機率降到最低 也不能說完全避免這種事情 不會啊 因為在我的辦公室 就是我現在去西岸中心 南路三段九號 我們一天到晚都 沒有必要的 想出來吧 開放政府不用開放到這種程度 事實上那邊我們把圍槍拆掉 你可以從路上直接走進來 所以真的滿開放的 總之 你沒有進去的這個辦公室呢 他裡面就是一天到晚有這些有點像外星人的東西跑來跑去 那這些呢其實就是自駕車 而且是三輪車 那三輪車在大家的這個工作之下 慢慢就變成這種很漂亮的 有兩個眼睛的可以看這種人的表情的 很可愛 這樣子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那雖然是雖然童謠裡面說跑得快 但是真的是跑得比例跑步還要慢 所以他這不是說機率降到低或怎麼樣 就是你撞上真的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對 剛剛我不知道有多少觀眾有get到 唐通其實會在很多話語當中塞好幾個梗 然後完全不在乎有沒有人有反應 你怎麼做到這種心中的豁達 心中的豁達很簡單嘛 就是說因為好像一本好的小說一樣 你總是要看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才會看到裡面的幾個梗 每次回味就啊我又找到一個 對 其實好像一個遊戲啊 你如果一次破冠就不想玩啦 你要有可玩性的話 你就在裡面買很多很多個材料 對可是真的那人佩服的地方 是你是在那麼無形之中放進去 我們很刻意的放 然後觀眾都不見得買台 那這邊有個訪問說那個登國之聲 然後你說喔我記得台灣應該是在 新時代 就已經分離了 你那一條是你以前就想過 已經預備 沒有耶 完全沒有 就是我就隨口回答他一句 然後我就來回答他真正的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其實真的覺得其他人很笨 沒有 因為我現在跟你講話 我都會有一種就是那種 Inferiority Complex 我也很不敢問一些問題 然後怕你瞧不起我 我其實是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 OK 這是正常的 你講話真的很暖 老黑要講什麼 我們認識幾次就會習慣 你就知道你真的很笨 老黑跟我相處 欸這也算兩三年 對 然後我們反應再慢對不對 我剛剛那段真的是 在想說等一下要吃什麼 我已經決定這段我回家會 Youtube放0.75倍播慢慢看 對大家可以真的包含這段 Youtube還可以放到0.25倍 對對對 應該放到第五次就可以聽出裡面的笑點 對 然後之後再寫一篇回應的 喔我知道我get到那個笑點 嗯 但我們聊一下智商好了 因為 之前有人謠傳你的智商是一百 六七一百八 超過 一百八那個是公分 一百八公分 好 這是真實 單位這個要正確 沒有 因為成年人的智商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超過一百六也是量不出來的 所以我通常都不講智商這件事情 真的超過一百六就量不出來 是就是WizX3嘛 四個標準差它就不繼續往上 對它就不繼續往上 好奇怪 好吧 那所以大家 你覺得智商這個東西是有趣的嗎 大家要執著於這件事 還是它也沒有 我是覺得現在 特別是在現在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因為WizX3裡面測的絕大部分的東西 你只要帶一台手機 根本還不用連到網路 即使在沒有網路的地方 你只要換個大概五個APP 那就是東西正著念倒著念 轉90度什麼之類 這個手機都會幫你截起來 簡單的想就是說 任何人只要手上的手機 那智商就一百六十以上測不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智商是最沒有用的一個東西 嗯 所以真的是科技可以打破以前的很多概念 這樣子 剛剛有講到政策 然後我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是幕僚是這樣 但我們就聊一下以後的未來嘛 這個大選過後 我們可以期待以後國家是怎麼樣子 最近有一個東西 你有參與 叫做108課綱 那108課綱呢 現在有很多人非常的 有猶疑 算是 他們擔心啦 不知道素養這個東西是什麼 素養 說得準嗎 這是什麼東西 其實素養這個字是翻譯過來的 它本來的那個字叫做 core competence 在裡面的 competence 為什麼不翻核心能力就好 沒錯 那就是因為我們要交往過正 為什麼要交往過正呢 因為有大概十幾年的時間 台灣都把core competence 裡面 competence 翻成競爭力 可是競爭力其實是另外一個詞 叫做 competitiveness 就是競爭力只有你在跑去賽跑啊 這個去獲什麼獎啊什麼的時候 有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個時候才有贏 但是呢其實 competence 就是平常自己升任的能力 組隊打怪的能力嘛 大家在一個環隊裡面 大家每個人各自其職 每個人有不同的 competence 所以 competence 是合作的 Competitiveness 才是競爭的 但是我們把這兩個都翻成競爭力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在學校教一些 人跟人之間競爭這種 你除了社會在團隊裡面 完全沒有意義 除了要做節目的梗之外的 這樣子的一種能力 但這個的前提是 你認為我們的社會出去之後 不是一個零和的賽局 是 團隊競爭 不是競爭 團隊合作 團隊跟團隊之間 或許是競爭的 對啊 但是在團隊裡面主要是合作的啊 所以你要交的時候 是要交人跟人之間怎麼合作 以及團隊跟團隊之間怎麼競爭 了解 那另外一個大家會質疑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城鄉差距啊 我覺得這是108課綱 因為 講一下前提好了 108課綱是我們 非常想要做的一集 但是我覺得現在時間還早 那等到這批高一的學生 他們第一次面臨學測 才會真正的問題出現出來 然後現在的影片也很長 我的重點是 現在的人大家就會擔心的是 城鄉差距的東西 他們覺得很多自學的課程啊 教這些自學課程的 失資 就集中在城市嘛 鄉下沒有嘛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其實我覺得這是兩個解決的方面 一個方面是說 我們所謂的網路取代碼 現在有非常多所謂的雙式交接 就是我們在一個地方 然後是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不一定是專科老師 但是他很擅長 了解這個學生目前的學習動機 那他透過網路 可能是一整面牆的這個投影 連到另外一個在城市裡面的一個專科老師 那事實上呢在我的辦公室 也是這樣在路3分99號的樓上 就是每次原住民族的語言的朋友們 小孩在這個早上的時候 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選擇 要學任何一族的文化或語言 可是你當然不可能把那一族的老師 像Sakiraya的老師 找到全台灣這幾十所學校 對 所以他們就是有一個綠幕 那綠幕後面就是不斷投影出 各種原住民族的文化 那所有的小孩呢 都透過這種雙式教學投影的方式 然後進入這樣一個原住民族的一個學習圈 所以這是一個現在已經很成熟的科技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也不一定是要透過 這樣子的一種知識性的教學 他也可以去走入他的當地 跟當地的社造 社區大學 所有的這種 以前這種社區發展協會等等的朋友們 這些所謂是學校的校本課程 就算是在上課時間 以前是只有社團或第八節課才能做的 現在都可以帶出校園 直接進入這些場域 然後去進行實習 這樣子有個好處 就是在地的朋友的文化 可以傳承給這些小孩 他長大之後 如果想去學一個專業 很像古蹟修復 他學的時候 就是學對他自己 所在地的朋友 有用的這個技能 那如果他在十二年裡面 都沒有學這種技能的話 他到大學 那大概就不會回流了 大概就不會回故鄉 他學到的東西 他的故鄉用不到 對 那剛才針對這兩點 我覺得第一點 我覺得如果科技可以 真的是弥平成像差距的話 在硬體上面 不就是我們政府 應該要確保說 鄉下的人 每個人都有硬體 可以連上網路 才可以做到你剛才講的事情 這剛好就是我們 前瞻技術前程 數位檢証執行率 很棒很棒 那 對啊 因為我的問題得到答案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可是這樣子不就是 每個成像會有各自的特色 但是 不會更 阻絕流動嗎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學到的 就是這個地方用得到的東西 但 如果我想要往程式發展的話 我學不到 我往程式發展 可是我學不到 還是你說用網路 學不到 OK 好 這是為什麼我們說地方創生的時候 以前說社群營造的時候 常常是要非常多個年輕人 可能是八個十個 才能夠在那個地方 建立起一個生態思維 但是現在有的時候 一兩個人回去 但是他透過網路 去把他所有的 關於設計的東西 關於文案的東西 關於行銷的東西 都連到線上的社群去 所以他只要一兩個人回去 你剛剛說連到線上的社群去 你剛剛說連到線上的社群去 社群去 哪 投資區 他就可以去 一兩個人 就可以完全在地的地方創生 OK 問最後一個東西 假訊息 我們節目之前討論過 要如何回應假訊息 然後我們的解法就是 把大家腦袋全部敲昏 你根本分不清真假 你就不會被假訊息影響 當然我是stand by 我們之前講過的話 就是非常好的 他說沒有盲場就沒有盲場演 沒錯 對 這是一個非常有道理的解法 唐鳳你之前提出的解法 是用梗圖 迷音 來回應假訊息 對 其實迷音也有一點點像 把人家的頭敲昏 只是說第一個 他不會造成不可回復的傷害 很聰明 當時貴黨成立的時候 我有送一個花欄 那個花欄裡面都是貓薄荷 那當然一方面避開那個 主要的那個香菜的爭議 那但是主要的就是說 貓薄荷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效果 就是當貓咪對 暫時或者 不舒服或者憤怒 或者是同袖離開 出征等等的時候 你就要給他聞一下貓薄荷 他就會稍微昏一下 但是稍微昏一下之後 他醒來的時候其實是蠻理智的 他就可以好好的 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可是這件事情 用民音來回應假訊息的 更大的前提是說 民音永遠 假...怎麼講 真實 永遠會比虛假來得好笑 因為假如說假訊息 用一個更好笑的東西 來回應的話 那不就是拼到最後誰最好笑 大家就會注意力在誰身上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想到 這樣子一個好笑的東西的時候 他在腦裡面的回路是這樣的 就是說 如果我看到一個 社會上面有爭議的一件事情 那我常常有一個感覺是 我無能為力 就是helplessness 那當然無能為原本很不舒服 會感到憤怒 那感到憤怒的時候 按分享是最快的 因為這樣憤怒就變得分快 憤慨嘛 但是呢 憤慨的這個回路 跟覺得好笑的回路 是相衝突的 也就是說 當你覺得憤怒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梗 不管這個梗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一旦笑出來 覺得他很幽默等等 接下來你就會陷入一個 欸 喔對喔 那我已經笑過了 那我不會去覺得 好像一定要出征誰 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是真或假的 你在科學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見解嘛 那這些見解才可以開始就是論事的 開始有所變本 好吧 雖然我不太同意 就是我認為那個回路 心情的回路 不見得是互斥的這樣子 然後 因為反正我們現在在寫喜劇嘛 我很常跟寫手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挑一個情緒 然後我認為悲傷 是跟快樂最衝突的 但是憤怒 因為我們在節目 笑很多東西嘛 什麼礦業法 農地工廠 都是其實是把憤怒的那個情緒 然後導向 對 這個就是最 就是我們完全同意其實 就是說 就是你要弄得好笑的梗 你從憤怒開始 是最容易的 但是憤怒變成憤慨 就是出征的時候 那就一點都不好笑了 他的後段不一樣 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一個話題好 因為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是真的非常想要跟唐鳳聊 然後完全沒有要理你們的意思 對 不過我好像就是轉頭 這個次數相當在小 對我真的不在乎 你知道製作人一直在旁邊說 好了好了可以結束了 但我不在乎 我想要問 最後一集我不在乎 那個唐鳳你在就任政務員的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是之前還是之後 反正有人說你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但是你好像說不是無政府 我是說我是 Conservative Anarchist 那中文我們還分成 持守的Anarchy 所以也不是保守 保守跟持守有差 持守的意思其實就是尊重在台灣 各種各樣的文化 因為我們現在有 接近20個左右的國家語言 那這裡面每一個都是一個不同的文化 那如果你覺得一個文化特別強 需要把其他文化消滅掉 那這個呢雖然看起來好像 從這個文化的角度來看 是進步 是Progress 但從其他的文化的角度來看 就是沒有持守住這些文化 對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Transculturalism 就是說你可以出生的時候 成長的時候是一個文化 但是呢你到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又接觸另外一個文化 那通常是學一個不同的語言 那你透過這樣子不同的語言跟文化 來了解你本來成長的地方 那你越做這樣子的事情 到最後你的這個思路就越清奇 就是越跟別人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不同的角度 那有一個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這樣子產生出來的民族 才是多元性最高的一種民族 這是我幾個最基本的想法 好多好想要聊的喔 那安娜齊 像安娜齊你覺得跟無政府有什麼差別 安娜齊其實可以是有政府 它所謂沒有的只是這種 所謂的脅迫或者命令 或者強制的這種管制 OK好 我剛剛有想要聊的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因為我以前外文系 我們會學語言 它其實是概念界的幾色物嘛 用語言來表達 那剛剛說 學另外一個語言 可以讓你了解另外一個文化的東西 但如果 反正 我剛剛的疑問是說 語言沒有辦法涵蓋到所有的概念 那你覺得有其他方法可以 反正你就學更多人 OK好 讓觀眾問一下 好好好 好啦好啦 我聊 我克制我的衝動 然後我知道剛才觀眾 有透過這個網頁 想要問唐文委員很多的問題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交代 一定要問亂七八糟的 等一下 第二題 根本一點關鍵 事實上有人 瓜號認真表示他不是亂七八糟的 很棒 就是生怕大家 不知道他這句話是開玩笑的 請問唐文委員平常怎麼保養頭髮 來 其實我是在一家社會企業叫做好剪材剪頭髮 欸真的我知道欸 就在那個動畫難路 對 貴黨的那個創黨大會去找他們 對 然後呢他們的那個髮型師呢 這個我每次去就說 請幫我剪一個不用保養的頭髮 所以我沒有在保養頭髮 沒有在保養頭髮 我唯一保養頭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睡夠 睡到八個小時 你每天洗頭髮嗎 大概一兩天吧 哇 欸所以 真的講得出東西 我發現你真的很會聊欸 你為什麼什麼都講得出東西啊 因為差不多這些問題 我大概都被忘了 沒創意啦 很多一個快曲啊 就是都會放在腦裡 沒有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票數很高 票數低的常常都是沒聞過的 啊懂 能不能否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志祺七星 這個為什麼要 喔這個是 勢力色驗喔 不是志力色驗 嗯 志祺七星 他今天穿得像威靈 後 第二排的 太準了吧 後面的 剛剛稍微有瞄到一下下的人 放棄好了 好放棄 找不到 他會給連任成功的新總統 蔡英文以及新國會 什麼樣的建議呢 好 其實在就是行政院的角度來看啊 欸是國會給我們建議 我們是沒有給國會建議這種事情 不過呢有幾位 非正式的場合 對 所以就亂講一下 有幾位南部的議員 那個他常常跟我說 說他要跑行程 就是在地的行程 他就算是有高鐵 或他的那個服務處根本離高鐵還蠻遠的 那他要衝來質詢 然後再衝回來 那其實呢 差不多一天就過去了 啊你要提機器人 對 我會覺得說 真的是在每一個不同的這個行政區域啊 就放這種可以遠距集詢的東西 因為其實大家要質詢 就是最後節目出來那個效果嘛 其實那個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那還要用那種投射虛擬的人 對對對 切割畫面 對對對 反正就是我們 對把我們的 對把我們的這個 委員們都這個3D建模起來 那對我覺得這樣子 一定是非常的有效果 而且每個質詢完都可以飛起來 這樣很厲害 很棒 好下一題 怎麼在資訊方面反滲透 其實這題跟我剛剛沒有回答完 半題是連在一起的 那個跟蔡英文總統的一個建議啊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也負責青年參與的業務 我是覺得說很多我們在做政策的時候 想到的就是我們怎麼 國家幫年輕人 幫忙 不管是就學啊 就業啊 創業啊等等啊 居住啊等等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最有趣的一些青年政策 往往都是青年提出來的 好比像說季職選手應該要到國慶上面去遊行 遊行完了之後應該要進入國中小 幫助學生把他們的校舍翻新 讓大家知道說 技術高中就是你要幫助你的學校的時候可以念的東西 而不是你考不上普通高中才念的東西 那這個想法就是黃偉祥 我們青年諮詢委員提出來的 他提的是他加入薪資的時候才29歲 跟你年紀差不多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說關於青年的政策 越多讓青年來主導來決定 我覺得會更好 那這個呢其實也是在資訊方面反滲透最好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覺得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影響到你 你完全沒有決定的權利 那這樣子的話 關於這個的不實訊息 就非常容易的去相信 但是如果這個政策根本就是你參加 好比像說像Let's Talk啊 Join聯署啊等等的這種方式提出來的 那這個政策本來是你寫的啊 或至少裡面有一部分是你寫的啊 那這樣的話當然就不可能被伸透 等一下有一個疑問 青年的定義是幾歲到幾歲 我們按照青年數的定義 或者我們親自會的定義是18到30年 OK好 你不想按照的定義是哪是定義的 其實當然大家都當過青年嘛 35歲以上的人 那那個 年輕男孩 對對之類的 那今年我問青年數的朋友說 那這些台上的高中生啊 因為我們聯署提案最多的人 並不是18歲的人 而是15歲的人 因為18歲的人至少還可以去公投啊 15歲的人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說當我們有聯署平台之後 在上面提案說 要禁止塑膠吸管啊什麼 都是15歲的人提的 所以我就說 問青年數 那他們算不算青年 他們說他們算見習青年 嗯 你覺得會不會是因為他們 沒有辦法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他們才那麼踴躍的說 我 因為可以做了之後 就沒有那麼珍惜了 會嗎 好像這樣也是有道理 所以要珍惜這段見習的事 或者我們開始剝奪 其他人可以做的事情 沒有啦 再三題 好 對於香港近期的看法 對 那這個還打了括號 有關資訊傳遞的一個影響 我這邊有 對 我想對於香港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所謂的 Waterless 這樣子一個Movement 呃 重來 對於香港 對於所謂這種Leaderless 所謂Be Water 這樣子一個Movement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們以前想像中一個大型的活動 都一定要有組織者 對 那但是呢 很多人試著說沒有組織會怎麼樣 欸就會變成暴動 那所以呢 在香港的做法 並不是沒有組織者 而是大家都可以是組織者 每個人都可以想清楚說 欸我在這邊要做什麼事情 我願意分享出去 那這樣的話 它很快地 就有兩千多個組織者 那所以像什麼 願榮光輝香港啊 這些的群體創作 我們都可以看到 每一個創作的過程裡面 都有一個組織者在做創作 可是他每次創作的時候 都這樣子分享出去 透過開放透明的方式 讓別人可以看到說 欸這樣子的一個梗 只有這些人會小 那些人不會小 那就會有人再去remix這個梗 讓他變成另外一些人也會小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其實我們在連燈啊等等上面 都已經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創意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以後 任何社會運動 必須要學習的一個方式 非常棒 好 在AI時代變遷有什麼話 想要給正在這條路上的人 一些建議 其實我覺得 在AI的這個時代裡面 任何 當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覺得自己像工具人的時候 那些時候 就是AI 就可以幫你做掉的事情 好 所以他可以把一些負面的情緒 就消滅掉 因為以後你要這些工作可以做 對 就是你去做有創造性的工作 欸可是這個 叫做給正在這條路上的人建議嗎 是啊 也就是說 現在大家最需要的一個能力之一了 就是所謂的 experience design 就是體驗設計 或者如果你是社工背景 叫做植物流程在設計 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就是說你去看你的工作流程 有哪些是融的 哪些是它的進來的結構簡單 出去的結構簡單 中間你在做的時候 就覺得只有速度的差別 就是覺得真的是很無聊 這樣子的一種工作 那以前呢 你必須忍受這種工作 因為這種工作只有人類可以做 但是現在呢 即使沒有人類可以做 你受不到學徒 你都可以去train一個機器學徒 他觀察你的工作之後 他就可以幫你做了 那你就可以去做 那種需要跟人相處 也就是互動的部分 以及去開發共同的價值 所謂共好的部分 那像這種 自己去看工作 叫做自發嘛 互動就是人跟人之間 有不同的技能 去互相連結 組隊打怪 那達到共同的價值 就是所謂共好 這三個就是我們 12年國家的信息 又扯回去 很棒 OK 最後一題 那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唐共涵 不要吧 被反抄啦 我們是沒有更新的 這個 因為這句話他講 很有說服力 好 跟某人不太一樣 可以可以 可以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好啊 Better than Brian 從來沒有懷疑過 各位觀眾 再次掌聲謝謝唐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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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